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我们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语 犹大国经历马拉西及雅门 这对父子做王长达五十七年 国内竟是拜偶像 百姓不听上帝的话 这几十年当中 从王到百姓 对上帝的话早已生疏甚至遗忘 一旦失去聆听神的话 等同失去上帝的引导 整个犹大国会陷入危急的险境 幸好雅门王的儿子 约西亚王是一个心柔和谦卑的王 当王世书记沙藩在王面前 读起纳卷在圣殿找到了法律书 约西亚王听完之后 就撕裂衣服 于是派人去查考法律书上记载的意思 结果从护勒大女先知那里得知 过去的猪娃和百姓没有好好遵守上帝的建议 所以上帝将会审判犹大国 弟兄姐妹 上帝的话如此的重要 我们看见约西亚王得知这卷法律书 如同得到至保 他想明白书中的一切 上帝的话典型了王 使他不像过去那些猪王悖逆上帝 反而让他警醒过来 如同圣经说的 你一听了书上所写的 就在我面前谦卑悔改 你一听到我警告要惩罚耶路撒冷和他的居民 成为荒凉受人诅咒的地方 你就撕裂衣服向我哭泣 最后上帝听了约西亚王的祷告 弟兄姐妹 我们都有读圣经 内心充满感动的经验 那样的感动是主的爱吸引你 大学的时候再一次其中考前 那时我对圣经非常的着迷 神的话深深的吸引我 暂时我先放下明天要考的书 那天感动就是看圣经 读的是出埃及记 一想到上帝为以色列人征战 每一个神迹都看见神的爱与公义 圣经表明主对我们的爱 希望用他的爱吸引我们 使我们回到他的身边 如果你在读经的时候有感动 祷告求主让你继续下去 不要怠惰 因为主的话就像船只航行在大海中 指引他们的奔躺 好让他们有方向 主的话会照亮我们生命最黑暗的部分 而使我们重新回到圣经的生活 重新与主紧密连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